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尼彩有一句很经典的说话 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而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Taleb 也有一句名言 我想活得好像一棵树一样 而不是好像一部洗衣机一样 这两句说话都十分充分地表达了 这本书的核心精神,就是反翠日 我想这个核心思想也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投资方式,思考方式,情感模式 甚至乎是处世之道 反翠日这本书很厚,有七百多页 这本书不是那么容易看 因为它所使用的文字,术语和聚述方式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并不算太友善 但它也是我会打算用精读的方式重复去看的一本书 如同上集我跟大家介绍的作者的另一本书 《黑天鹅效应》一样 这本书是宝物来的 如果你可以参透并且将它讲的道理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应用在我们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说它一定会令你发达 一定会令你变成名人 但是它一定会令你更加强大 如果大家未听上一集的《黑天鹅效应》 我建议大家听了那一集再来听一集 《黑天鹅效应》这本书虽然是作者Taleb的成名之作 但如果说将这个概念讲透、讲得清楚 以及真正地结合实际 看看如何应用在生活之中 反而是反脆弱这本书 今集我会从两个不同的维度 去跟大家讲解反脆弱这件事 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生活领域 我们的投资领域 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心灵领域 我们的内在的领域 如果你在书店那里或者可能在lope节目的时候 听到反脆弱这三个字 你极有可能连按进去的想法都没有 因为你觉得 是不是讲心灵鸡汤啊 就是叫你的内心不要玻璃心而已 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一定会被这个书名误导着 这个概念并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又或者可能跟你想象之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反脆弱这一个反呢 就如同是在科学界讲物质之外 还有一个新兴的概念叫做反物质 它所指的是脆弱的反面 并不是反对脆弱 那你可能会说 啊?脆弱的反面? 那不就是坚强了 那你就搞错了 这本書家主要就是围绕三个概念展开探讨 第一个就是脆弱 第二个就是坚固 第三个就是反脆弱 什么是脆弱的东西呢? 一个玻璃球就是一件脆弱的东西 你将它扔到地上 啪!它就会碎掉 所谓的脆弱性就是指在混乱和波动之中 会受损或者毁灭的事物 例如是蜡烛啦 玻璃啦 花瓶啦 那什么是坚固呢? 坚固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保护 又或者是强化这个玻璃球 例如我们将这个玻璃球的玻璃 换成是钢化玻璃呢? 那当它跌到地上的时候 它怎么也不会碎 充其量是会裂的 例如是塑胶杯啊 橡胶啊 海绵等等 坚固强化 有什么例子呢? 那就是例如在建筑界里面 一些土木工程的结构 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它的使用寿命是会发生变化的 例如说会变形啊 负载可能会增加啊 又或者是一些历史的地标性的建筑 它已经不符合现今的这个建筑标准了 但是你又不能拆掉它 又不能影响它的原有的设计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就要在它的内部里面 做一些结构上面的加固 例如说在一些石屎的材料外面 去加一些碳纤维的增强板 或者在一些柱状物外面 去加一些比较软的一些罪行物 去包住它 亦都可以增加这一条柱的抗弯 抗展 抗压 和抗震的能力 又或者在一些石屎外露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打一些树枝进去 填充那些石屎的垃圾 或者在一些建筑物的大梁 简直就加一些钢板在上面 那这些做法都是一种加固的方式 如果在经济和法律的层面看这件事 那就是例如说出现一些金融危机之后 或者出现一些很重大的法律漏洞之后 我们重新去立法去修补漏洞 我们增加监管去监控所有有机会犯罪的行为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加固结构 也就是一个坚固和强化的过程 我们将一些本来很脆弱的事物 通过人为的方式 令它变得没那么脆弱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加固强化 其实日本的建筑物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见到日本的建筑物是抗震性十分之强 修足堤壩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每一条堤壩 它现在的高度 都是在对上一次最强的洪水 或者是决堤的时候的那个高度的基础上面再起 只要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洪水的强度 不是史无前例的 它都挡得住 但好不不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每一次的一个大事件 它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加固的弱点就在于 无论我们如何去修补漏洞 我们如何去强化监督 我们如何去把堤壩起高它 它都有可能会抵受不住 一次千年不遇 万年不遇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大洪水 是不是 所以加固和强化 并不是真正解决脆弱的方式 无论是经济市场 还是法律层面 或我们就甚至是 启动摩天大楼 收足堤壩也好 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可以预防到的东西 就算有多周密也好 它还是会有遗漏的可能 我们可以提前去预防100条裂痕 但那些你还没察觉到的裂痕 可能有10万条 好像上一次的超强台风 山竹那样吹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但今次素拉都很强 但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灾害 以前没有被用的电源 现在有 上次10级台风 电梯都照常开 今次不开 上次不是在玻璃里 黏膠布 今次黏到整块玻璃都是膠布 无论是预防措施 应变机制 还是买保险 在社会的所有层面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都已经进步了 这个就是加固或强化的好处 但如果今天来的不是苏拉 这个台风如果伴随着海啸 那我们的这些心理预期 我们的这些保险 我们的这些准备 又能否保证到我们 可以抵御到这次的灾害 那就要打个问号 当然加固强化不是不重要 作者的意思是 你没办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个玻璃杯我让你玩到尽 你用了它重新拿钢铁 把它整成一个钢铁做的杯 它都仍然会有烂的可能 加固强化 是不足以抵挡所有的脆弱 所以我们要行第三个策略 反脆弱 你可能会有个疑问 究竟什么才属于反脆弱呢 反脆弱有两个特点 第一 就是它在面对风险 波动 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时候 不单止不会破裂 反而还可以因此而获益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五楼 把一个玻璃球掉落楼 一声玻璃球会破裂 如果我们在五楼 把一个金属球掉落地 金属球可能会没事 但我们再也拿不回这个金属球 又或者可能这个金属球 都会有一边扁了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受损 但如果我们在五楼 拿着一个弹弹球 虽然它不可能可以弹到高过五楼 但它至少可以弹到一楼或二楼 而且它还要是完毫无损 这种情况就叫做反翠弱 如果你看过超能迪迦 一定会发现有类似的怪兽 就算用十字死光攻击它 不单是打不死它 你的攻击 你的能量还会被它吸在身体上 令它变得更大 攻击力更加之强 这些就是反翠弱 普通怪兽被它拿十字死光 招一招 砰一声含包散 而那些又强化外壳 甚至金属外壳的怪兽 你可能用十字死光打它是打不动它 它是会被挡住的 不过最屈肌的是哪些怪兽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你攻击它不单是伤不到它 还会令它更加强大 所谓的反翠弱性 就是指在混乱和波动之中 不单是不会受损 反而还会受益 或者增强的事物 例如火 肌肉 免疫系统等等 生物体是一个最典型的反翠弱系统 因为它们能够在环境之中 获取资讯和机会 并且通过进化和选择 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结构和功能 就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压力 例如如果是细菌遇到抗生素的时候 它们慢慢会产生抗弱性 之后也会将这种抗弱性传递给它后代 最后令到整个菌落 都能够抵御抗生素的攻击 这个说话真是认了尼采所说的那句 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加之强大 其实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的 平时我们吃得多东西 就会存一圈脂肪在身体里 当你流落荒岛挨肚饿的时候 这些脂肪也可以帮你挨几十天 如果我们经常跑步 我们脚部的肌肉就会更加发达 你经常打拳的 你手部的肌肉会更加发达 免疫系统也是一样 我们在遇到一种病毒的时候 可能开始会病 但慢慢我们就会有抗体 这些抗体就可以更加之好 为我们防御类似的一些疾病的侵扰 在自然界生物多样性 也是一种反翠药 在我们自然界里面 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生物 也就是所谓的咏鱼 大致而在应对各种药不确定的意外的时候 它的应激反应就是层层涌鱼 也就是在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环节 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次 它都有其他类似的生物 鱼?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鱼?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条? 为什么要有大有小? 我们的基因为什么要这么丰富?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物种? 细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 为什么要有老鼠? 有蟑螂?为什么要有乌鹰? 就算有一天 核武器摧毁了地球上 绝大部分的生命 人类都死了 你信不信蟑螂还可以留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种生物多样性 因为层层的勇于 地球才可以确保 每一次的毁灭 都不会摧毁所有的生命 恐龙是死了 但是蟑螂留在这里 人类死了 但是蟑螂可能还在这里 就算蟑螂死了 老鼠可能还会留在这里 老鼠死了 蜈蚁可能还在这里 蜈蚁都死了 细菌还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种生物多样性 这些拥有同样的功能的生物 它们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生存 那整个地球的故事又会重新开始 地表上所有的植物都死了 但是海底的植物可以留下来 慢慢它们就会生回上海面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可能这个故事里面 再没有人类 再没有恐龙 但是这个地球会继续繁衍下去 自然界正正就是因为这种勇余 令到我们在遇到意外的时候 不至于全家富贵 很多人认为我们留这些多余的东西在身边 觉得它是一种浪费 当然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 这种勇余当然是一种浪费 但是一旦意外发生 这些勇余就可以突显它的价值 买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勇余 个人理财也是一种反脆弱的方式 因为它能够在金融市场里 获取资讯和机会 并且通过对冲 分散 投资 和折约等等的方式 去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 和收支结构 就可以应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风险 例如去买一些低价值 但是高波动的资产 通过买入一些被低估或者忽视的东西 但是又有潜在增长 或者是回报的资产 当在市场上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任何的领域都是一样的 你对一个领域越熟悉 你越清楚这个领域里面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严重的黑天鹅事件 虽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也不知道它发生的程度是怎样 但你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它一定会发生 所以当我们看准了一个领域 提前买入一些有可能会在这个领域里面 发生黑天鹅事件 但是会暴障的资产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大赚一笔了 当然我不是教大家去法国难财 但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可能水灾这件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只不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如果你刚刚又生活在一个水灾多发的地带 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水灾过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水灾 或者是大型的水灾 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的话 又有一定的储存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拿你收入的10% 去团积一些橡皮艇 水泡 保质期比较长的一些救助物资 那在有水灾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卖出去 或者如果你完全不想赚钱也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捐出去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用的想法 不一定是要做这件事的 我也都知道说这件事的例子 未必正字正确 同一个道理 如果你预计一个地方 有可能会打仗 你手头上又有一些资金 那你会怎么做呢 买金买粮食 或者是开一间移民中介公司 每一个行业都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事件 只要你在那个行业浸淫得足够长的时间 你的敏感度和你收封的渠道 一定会比其他人多 如果你拥有一种居安私危的思考模式 那你一定可以在个中发现到机会 当你手上一日闲钱的时候 你就去做这方面的投资 那他就一定可以为你在未来的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时候 帮你大赚一笔 这本书的作者Taleb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本身曾经做过这个股票交易员 所以他到金融系统的触觉是十分敏锐的 当他发现有点不对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去买空美国的股市 可能第一年不成功 第二年不成功 第三年不成功 但每次都是损失他资产的10% 他输得起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哼一声他就会大赚一笔 当然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盲目的 不是乱来的 你一定要对这个行业十分之了解 十分之熟悉 你很清楚地发现 这个领域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 你就在那里堂囊布蟬 等他出现就可以了 提前做好准备等他出现 他一出现你就会发达 这个就是Taleb他的方式了 除此之外 持有多种的货币 或者是多种不同的贵金属 也是一种典型的反脆弱的理财方法 当市场出现汇率变动 或者是通胀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保持资产的稳定 和增值 定期存款 定投 也是一种典型的反脆弱的理财方式 我们通过定期存入 或者是投入一定的金額的资金 当市场出现利率 或者是价格波动的时候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我们的本金不会缩水 在政治层面方面 古希腊的城邦制 也是一种反脆弱的模式 它是由很多相对独立和自治的城邦所组成的 他们之间通过战争和同盟 来保持平衡和稳定 这个moment促进了民主 哲学 艺术 科学等等的领域发展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类似的 整个历史跨道是有五百多年 而看似强大的秦国 只是生存了三十几年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看 春秋战国比起秦朝更加有反脆弱性 虽然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分乱 打来打去 倾来倾去 妥协又妥协 但你不能否认 这五百多年 是中国的文化最灿烂的五百年 百花齐放 各种思想出现 秦朝当然是强了 它征服了所有的国度 但它的抗风险性是低的 所以相对于春秋时期来说 秦国就是脆弱的 因为它不单止不可以在混乱和波动中受益 反而还在这个过程中崩溃 对于这三种属性的人事物来说 它们都有些特点 脆弱的人或脆弱的生活方式 是喜欢安稳的 而处于家固和兼顾状态的人事物 就是并不在意外界的环境 而反脆弱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人 就喜欢在混乱之中成长 如果它放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其实它可以是一个 一步一步加强的过程 当我们的银行存款可能得几千元 或者几百元的时候 我们就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 那份工对我们来说 风险就很大了 如果我们没有一份工的话 随时都会饿死 我们的生活就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所以你真的不要相信 汤令山 银行存款等于零 不单止这条女儿走了 你没多久都会走了 就是外子离开人世的意思 如果我们慢慢积赛了一定的财富 我们的户口不是零 不是几千元 有千万在 我理得它外面有失业率 五百 哇 鬼事吗 我们就处于一个加固的状态 因为我们并不会在意外在的环境 但这种处境 并不是十拿九稳 如果有一天打仗 银行倒闭 那你手上的财产 可能一夜之间蒸发了都不定 我们必须要再过度 去到反脆弱的层次 太平盛世的时候 我们可以慢慢收着少少利息 过了些优灾游灾的生活 金融风暴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赚一笔 令到货身家不单止不会减少 甚至乎 还要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一场金融风暴 不单止没有掩死你 反而令你变成一个亿万富豪 这本书的作者Taleb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同一件事 它不是试过一次 因为试过一次 你可能觉得它是运气的原因 它至少试过三次 那就一定不是壮彩了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全球股灾它赚了第一桶金 911的时候 它继续故技重施 做空美国股市 又赚了一笔 08年次太危机 它又赚了一笔 当然这些事情实在太过传奇了 可能我们一般人 一世人都没有机会遇到这些事情 但它的处势之道 和它的投资方式 绝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算你没办法像它那样 变成一个亿万富豪 你都可以令到你现在整个人的抗风险能力 比以前更加之强 对于普通人来说 甚至乎可能去到一个国家的层面 一个地区的层面 经济学家的层面 法学家的层面 他们所思考的东西 绝大部分都只是会局限在中间 即是加固的那个部分 只是懂得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 哪怕是一些相对来讲长远的计划 也都并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万能 更不论我们在学校里面 或者在书本里面所学到的知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叻极 都只可以像Ironman那样 身体是钢铁造的 你打不进 但我们还未可以变成一只怪兽 可以吸引人的能量 至少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未做到这一点 而这本书就是教你如何获得这种思维方式 还有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怎样 我用娱乐圈的人物来举例 纯粹是举例 希望各路的粉丝不要太玻璃心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正面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姜濤 在这几年他应该都赚了不少 但其实他的这份工是很脆弱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假如他的人切崩塌 例如传出一些他偷食的丑闻 或者是某些负面的新闻被曝光 他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失去所有东西 在这个层面看 姜濤是脆弱的 因为他属于是比较top的艺人 而那些反而没什么人认得他 成绩平平的艺人 在公关风险上 他们可能是处于一种加固的状态 因为本身没什么人留意你 就算是负面新闻 也没有什么报道的价值 现在有什么艺人 是属于反脆弱的状态 我想到的是保琪 出现了负面新闻之后 他不单止没一夜之间沉进来 反而越来越红 因为大家本来对他的形象没有什么期望 反而更加欣赏他的这种真性情 欣赏他这种不做作的坦言 错就认 打就站定 当然也跟他公司的一些公关技巧有关 帮ERROR做一些节目 特意帮他蒙着眼睛 说这个人被人在雪藏之中 其实这个做法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自嘲 我自己将自己的弱点或坏的东西揭露出来 反正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已经记住了这件事 我不如拿这件事 坦白白的让大家笑一顿猛 大家其实就会烧了一口气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 保琪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低潮 但无论是他处理这件事的心态 还是他本身的这种个人抗风险的能力 都要比姜濤要强 你试下如果将这件事放在姜濤身上 可能明天就玩完了 不单止他玩完了 可能他整个MIRROR都会因此受到影响 因为MIRROR的定位是一个偶像的定位 偶像是跟我们对待女神是一样的 他们是应该不拉屎的 在搞演唱会的时候 有个屏幕摘下来 其实按道理 跟MIRROR应该是没关系 是跟他公司有关系 但大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偶像是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 这件事是很危险的 而ERROR的定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本身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并不高 大家就是喜欢看他们的CAM 看他们的CAM 看他们的真性情 所以在一些公关事件面前 公众对他们的容忍度 绝对会比MIRROR要高 但你不要以为ViuTV蠢 他的策略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雅玲策略 偶像的我们做一个team出来 CAM的我们做一个team出来 如果说赚钱能力一定是MIRROR高 在无风无浪的情况下 MIRROR就是我的最优投资 可以令到我赚到大笔的钱 但如果在风险降临的时候 我还有ERROR可以继续帮我赚钱 单凭这件事 ViuTV就不知道比TVB多倍 TVB基本上是把所有的鸡蛋 所有的艺人都放在偶像那边 或者是中间的啞铃的柱中间 就是那些中风险 但是回报又不多的那里 不过他胜在够多人 他的饼够大 一两个人出了事 其实都没办法影响他整部船 但更加聪明的做法就是 我都要做一班抗风险能力强的艺人才行 不过涉及他们两间公司的商业模式 其实不一样 一个是主打众艺 一个是主打戏剧 他们的逻辑当然不同 但说捧艺人 我觉得ViuTV会比较高明一些 其实你不觉得我在做同样的策略 我现在虽然是一个不知名的自媒体 但是我很清楚我自己 以前我录的历史节目 或者其他节目都有抄过人家的招 与其在我红了之后被人踢爆 我不如自爆 我不如主动去承认这些错误 对不对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有什么风险 我有什么成本 当然我这样做 并不是纯粹出于一个商业目的 我真的觉得做错事 我们未认认真真地老老实实地承认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负责任的大人应该做的事 我们这样做也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就选择很坦然地去说这件事 还有我经常都会提及这件事去提醒自己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作为一个艺人 你还是有很多的偶像包袱的话 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假的外学 带着一个假的面具去面对观众 其实你就是将自己推向脆弱那一面 假如出现一些变动性的风险 或者是你预期不到的风险的时候 那这种脆弱就会令到你有毁灭性的打击 造致媒体的概念是一样的 你要去令到你的粉丝 他的那种接受程度要更加高才行 我每天都跟大家打独针 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小人来的 我是一个真小人 那你对我的这个预期 就会放在小人这个位置上 这个人很阴险的 但当我不做这些阴险的事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很高贵 觉得我这个人很善良 但如果我开球把我的定位定去 我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不说粗口的 我是不淫邪的 我什么都不说的 很正义的 但当你做了一些看起来不是太正义的事 或者说了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言论的时候 那别人就对你的期望有落差 那你便会令到你自己的形象的弹性不大 当然我和大家开心见诚 都说这件事 就证明我并不是把这件事 当成是预谋 或者是我有心地做的 如果我有心地做 其实我没有必要告诉大家 我只不过我真的这样做 但我亦都和大家分享 我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喜欢订阅这个频道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说的事基本上都不是假的 你基本上可以从我的言谈举止里 了解到九成的我 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现在和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假的话 我还可以怎样假下去 你想想我的生活还可以怎样假下去 我都可以说到这么真实的事 我的生活还可以怎样假下去 所以我不是故意去这样说 这样做 不是故意和大家圈掩我是一个真小人 去骗大家 而是我真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输的 你明白吗 这个特质本身就是一种反脆弱 再包括好像现在这个channel 我都不断地在调整我的方向 其实它也是一种反脆弱的表现 我的这种多样性 涉足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畴 它的抗风险能力就很高 其实这些这样的做法我是无心插流 我并没有想着碰那么多的领域 但是各样东西我也有点兴趣 所以我各样东西都想试一下 慢慢就会形成了一个局面 所以当反脆弱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 你自然就会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弹弹波 当你变成了一个弹弹波之后 你可能找不到你有什么天敌 我们的主流教育都只会教识我们坚强 或者是加顾我们自己的技能 当然这件事是无可口非的 它也是我们过度去到反脆弱之前 要去做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要令自己整个人都硬正起身 抗风险的能力强 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你很难说我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由一个脆弱的状态 变成去到一个反脆弱的状态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只会停留在 加顾的状态之后就没有再去努力改变 不要说个人 其实去到政府的层面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美国政府 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说美国政府 因为我只可以说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其实它的经济修复机制 已经是很完善的 每一次的金融海啸出现了之后 都会有很多新的法令 或者是机构去监管这些流动 衰过一次的东西基本上是不会再衰第二次的 这一点其实已经是做到加顾的极致了 整个金融系统的设计 它的核心就是希望不要出错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着不可预测性的 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深奥系统 它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程式 它的不可变性是很大的 有人为的原因 有地域的原因 有文化的原因 甚至乎有自然的因素 当变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简直就可以说一件事是无法预测的 就算美国政府有再多的监管机构 有再完善的法律 每天24小时去监管市场 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要爆的时候 它一样会爆 爆完之后 你又去塞一些漏洞 你又成立了一大堆的委员会 又再24小时不够 48小时去监管所有的东西 那怎么样 是没有出现金融事件 是没有大恶出现 但是有Covid 有塌子 这个做法和我们收束堤霸是一样的 你遇到百年不遇的洪水 我们起到十米高 夏年来到千年不遇的 你起到一百米高 整你的制 夏年遇到万年不遇的 那怎么玩下去呢 当一件事的不可变性太大的时候 那一米去加股 就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就要去考虑其他的洩洪方式 或者将本来你手里面的两种洩洪方式 变成50种洩洪方式 那你的抗风险能力 就会比现在强很多倍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反脆弱的概念 就是事物的特性和粒性 伴随着风险的增加 粒性的事物 会以指数增长的方式 这样去损失 而特性的事物 会呈指数方式去增加它的利益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我们买不买保险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只是感冒发烧打一次 你吃两粒幸福相丰素就好了 对不对 在开始的时候 这种风险是不高的 你买不买保险 其实对你的影响都不大 你不买保险 不会导致你 搭买 你买保险 也不会赔给你 或者就算要赔 也会赔很少给你 但是判断风险系数的增长 买不买保险 就会变成一件特性的事件 和粒性的事件 假如我们不买保险 而我们今次所患的病 不是发烧感冒打一次 而是弄断两只脚 全家就抱着一起哭 我们的损失会伴随着风险的增加 而呈现指数的增长 这些就叫做粒性的事件 不买保险 其实就是一件粒性事件 当然我不在跟你卖保险 我只不过举例告诉你 这件事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买了保险 还刚好买了骨折 意外这些保险 伴随着风险的增加 它赔给你的钱就越来越多 它不单止可能会帮你 Camp所有的医药费 甚至还可以赔一笔 给你以后生活的钱 给你可以过渡这段时间 所以买保险 在这个moment 就成为了特性事件 当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身边的每一件事 都作出这种特性和粒性的分析 令到自己的风险最低化 和利益最大化 作者在反脆弱性的部分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有什么建议呢? 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通过减少不利性 去降低我们的脆弱性 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自己暴露 在致命风险之中的概率 例如我们要避免 从事一些高危行业 去扎铁去做地盘 当然是多了钱 比起你去做保安员 比你去做清洁肯定多了钱 但它的风险很高 一旦发生意外 结果就是不可挽回 我们只能通过避免发生致命的风险 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减少我们暴露在致命风险之中的概率 保持你的命才有机会 去做其他的事情 第二步就是作者一直提出的 雅铃策略 它认为这个策略是应对所有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所谓的雅铃策略 就是指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两边 也就是那两个雅铃最重的位置 不要放在中间的棍子里 左边的雅铃是最低风险 和最没有收益的投资 例如把这些钱放在银行 或者简直放在家床底 我们要把90%的钱放在雅铃 而剩下的10%的钱 我们就放在高风险的投资 它虧到尽都是虧你10% 但如果它要赚起身的话 它可能会赚到你几倍的身家 为什么不放在中间的棍子里 因为中间的棍子里 它们所谓的中风险 通常都是经过包装的 这些中风险事实上是高风险 但是投资所得回来的利润 相较于它的风险来说 其实是低的 所以放在中间的棍子里 它的抗风险能力不单止不高 收益也不高 而在我们市面上 又或者是我们所接受的 传统教育里面 都只是会教我们 将所有的钱都放在中间的棍子里 也就是投资一些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风险 但是魔鬼在细节 而且赚回来的钱都不多的产物 作者Taleb就是通过这样做 27岁就财务自由 当然它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它基本上连年都在这尝试 但一旦它成功 它就可以赢副身家回来 例如说每一次它发现股市开始瘋的时候 它就会拿10%的钱去做空美国的股市 如果股市继续升 那它就亏了10%的钱 但如果在这个时刻 遇到什么黑天鹅事件 美股崩盘的话 它就赢了副身家回来 1987年、2001年和2008年 它都是这样做的 不过当然我们只见到它赢的那一刻 我们并没有见到它估不中的时刻 所以你也不要瘋到 整天去做空什么公司 做空什么股市 它本身是一个证券交易员 它是有专业的知识 而且它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敏锐度 绝对比我们要高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的话 我劝你也是认认真真地学回几年 才去小试牛刀 不要乱乱去赌身家 还有如果你把你整副身家放了去赌 放了去赌入股市做空美股的话 其实你并不是遵守它的雅铃策略 你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高风险的项目 其实是一个不致的行为 它永远只会拿10%的钱去做这件事 同样时间如果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 我们上集也说到 我们的工作模式也不能太单一 最理想的一个工作组合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一份收入很稳定 而且薪酬也比较高的职业 例如是測量师、会计师、教师、医生 我们将90%的精力都要放在这个部分 这个做法是稳健的 就相当于你将90%的钱都放在床底 或者放在银行一样 只要不被人炒 只要银行不倒闭 只要不打仗 其实你的钱都没有什么风险 而剩下的10%的精力 你就可以去发明星梦了 如果你唱歌好听的话 那你就去做basking 你拍片上网 你做自媒体 将你的医学知识 或者将你的专业知识 放在多媒体的领域 又或者有一个我在新加坡的朋友 他很喜欢写故事 他自己也有一份正绩 他现在都找出版社去帮他出书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工作组合 因为你想想做作家、做歌星、做自媒体 其实他的收入不稳定 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红一声就红了 但是一旦你本书好迈 一旦你红了的话 你的收入基本上是无上限的 你只要在你现在的生活之中 抽一部分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只要碰到一个机会 你上了来 那你的身家就会马上改变 同一道理 你不一定要做自媒体 你卖东西也可以 你开一间网店也可以 不过究竟一间网店成不成功 还有要怎么开呢 这些东西我教你不了 做什么并不重要 关键的部分就是 这个领域要是极端斯坦的领域 什么叫极端斯坦呢 上集我说到 就是说他的最低收入 和最高收入之间的 悬殊程度是很高的 高到基本上是无限的 例如做演员 你想想做Cara Fair 拿饭盒的人的薪酬 和一个奥斯卡的人的薪酬 差多远 开网店也是一样的 几年都开不到一张单 每天都开几万单的人 差距到哪里 但是我们很笨的做法 就是打两份工 三份工 我们经常认为 打两份工就很勤力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又或者可能你已经没得选 你只可以选 要去打几份工 去还债也好 或者去导日也好 但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的两份工作 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体力劳动 或者都是努力劳动 都是要投注很多的时间 其实你和做一份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为它同样是对抗不到类似的风险 你选择的这10%的东西 一定要和你原先的那份工作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例如说你之前是做補习的 他不准你補习 现在我唱歌 可以吗? 可以的 你唱歌不影响的 它不会两样东西同时的 对不对? 如果你选择的行业 两个行业同时的 那你真是不幸 又不准唱歌 又不准補习 我真是帮不了你 那你就找三个领域 对不对? 你令到你自己在三个不同的领域 都是可以在做事 那你的抗风险能力自然就比一般人高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你是一个律师 那你就打你的官司 接你的工作来做 但是下班的时候 你帮朋友去Happy Hour 你又回家拍片 用搞笑的方式 或者用你自己个人的风格 去讲一些案例 讲一些空案都可以 讲一些撞鬼事都可以 律师遇到的五百个鬼谷 令义事无所 我和你讲 其实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专业人士有一个通病 就是放不下自己的专业包袱 缺乏幽默感 不知是我未发现到 有一个讲法律的频道 是有趣的 是我沽流寡民 还是没有人在做这一件事 其实我很想做这一件事 只不过我现在 真的抽不到时间去做这一件事 我不是律师 你信不信 但是我讲的 和法律有关的节目 我一定是讲得比律师 一定多人看过那些律师 很困张 对不起 我应该宽默一点 将讲故事和专业 两件事加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件反脆弱的事 这条方程式可以用 应用在任何的领域 现在应用得最多的是哪个行业 就是那些艺员 那些艺员都会一路拍片 做自己的channel 但是会计师少 测量师少 工程师少 医生少 教师少 律师少 每一个行业 你想想你的专业知识 本身就是你的核心技能 是别人不具备的核心技能 如果你可以加些元素下去 已经赢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我小时候已经见到的是哪个 李嘉仁医生 神经病 做医科怎么会唱歌 我后来才发现李嘉仁医生是最聪明的人 做医生为什么不唱歌 你做医生为什么不唱歌 为什么你想不到唱歌 他想到 他继续在他的专业领域赚着丰厚的薪酬 又通过娱乐事业 赚到更加多的钱 令自己的知名度更加高 为什么不行 Alfred 许廷亨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开自己的牙医诊所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做法 当然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事是自媒体 是和媒体有关的 所以我的思维的局限 就是想到这些面向 但其实你可以想到任何的面向 只要你可以将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那他本身就是一种反脆弱 玲玲和七师傅 这些行业本身虽然有它的特殊性 但你有见到哪个风水先生 他拍电影拍电视剧 你有没有见过 当然他本身这个行业就是要观众员的 就是要信任的 所以他做这件事其实是正路 是对的 但你有没有啟发呢 你见到别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除了羡慕和赚他厉害的时候 对你有没有啟发呢 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做的事 如何将他和他做的事是类似的呢 好了 你说我对职业这件事 我就是想安稳稳 我什么都不想搞 不要緊 如果你现在从事IT业 或者你是做一些重复性 或者是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怕是没用的 转行可能对你现在的年纪来说 可能的风险更大 那你可以做的事是什么 哭是没用的 那我们就继续做好这份工 然后你想一下 如果AI会取代你这份工 就意味着AI行业会哭一声升到天花板 当它升到天花板的时候 你才会有可能没有那份工 那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那你就应该将你90%的精力 继续做这份工 拿10%的钱去投资 或者去买那些AI公司的股票 假如有一天你份工被AI取代了 那AI的股票一定会升到砰砰 那你是不是可以赚到一笔钱呢 假如AI不行的 一直都是成绩平平 没有什么突破 那你可以继续保住你的份工 你虧极都是那10%投资的钱 那这个局面 是不是对你来说 抗风险的能力就高了很多 又或者 如果你现在身处的公司 是一些汽车制造业的 你不是什么高层 你控制不了你的高层 研发什么车的 他就是都喜欢 拿大堆钱去研究 还要是好食油的引擎 你耐他不何的 但他准时出量给你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要选择买什么公司 当然是买那些电动车的公司 当然是买Tesla 难道买汽油吗 为什么呢 如果电动车起了的话 你可能会没了一份工 或者你的薪酬会降低 但是你的股票会撞一声 去到天花板那里 反之Tesla也是垃圾 一路都成绩平平 但起码你还可以继续保住你的份工 先 你只是损失了10%的钱 我们在做投资 或者是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永远都是这样去思考的话 那你的财富呢 最坏的情况就是 没有了10% 或者不断地没有了10% 但至少可以保住大半户身家 但是一旦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时候 一旦有什么震撼的事件出现的时候 可能你的身家 就会因为你那10%的高风险的投资 令到你水涨船高 这个策略可以应用在任何的领域 应用在交际也是一样 我们要将自己的时间 用来接触最底层的人 和最顶层的人 你可以和的士佬聊天 可以和街市的姐姐聊天 可以和一些适应聊天 也可以找机会和一些结出的人事交流 找一些学者去和他讨论事情 千万不要和一些绿绿无为的人浪费时间 接触底层的人 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的需求 而这些需求是大众化的需求 是大众的诉求 接触顶层的人 你也可以发现到他们的需求 也可以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 最不应该将大量的时间 用来花费在同一个阶层的人 看书也是一样 你要看新闻 看每天发生的事情 最贴地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也要看一些深奥的书 要看一些经典之中的经典 不要把时间放在一些无谓的书上 第三步 就是主动的理性试错 意思是我们在遵守瓦灵策略的基础之上 主动去增加自己遇到正面的黑天鹅事件的机率 一个黑天鹅事件可不可以发生 我们是不可能可以确定到的 但我们只要在一个领域内浸淫的时间足够长 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试错 来增加这个概率 这本书里说了一个例子 说一个打骂沉船的船长 他在2007年的时候 找到一部价值十亿美元的船 他是怎样找到这一部船的呢 找到一部这样的船 就好像你找到一部太天鹅一样 本来就是一件极低概率的事 也就是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他首先对可能出现沉船的海域 划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方格 在每一个海域内 将他出现沉船的概率标注出来 他由最高概率的方格开始找 当这个有最高概率的区域 没有出现沉船的时候 他才会去下一个概率较低的地方找 这个做法可以确保他 每去到下一个地方 他所搜寻到的概率实际上是在增加的 他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找到很多的财宝 我们在面对任何我们熟悉的领域里面 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个我们熟悉的领域 摸清摸楚 他最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黑天鹅事件 然后我们想尽办法用最低的成本 来去尝试最高概率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 触发正面黑天鹅事件的概率 那我们在应对这些不确定的事件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更加多的主动权 以上这部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去应用反脆弱这件事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心灵建设的部分 我们怎样令到我们的人格 令到我们的心灵可以反脆弱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撕掉玻璃心 我们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 具有反脆弱的强大内心的人 心理学家指出 所谓的脆弱心理也就是玻璃心 是源自于这一类人没有办法适应到外部环境的波动 或者是变化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 就是变化 面对变化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种人最害怕的就是变化 最害怕的就是波动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平静和稳定的环境 甚至乎是好像祷母一样的生活模式 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波动和不确定性 会为他们带来伤害 这些就是所谓脆弱的人 第二种人他们既不害怕 也不欢迎不确定性 因为波动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已经被强化又或者加固了的人 第三种人他们喜欢波动和不确定性 他们认为波动会令自己变得更加之好 怕死这个世界不乱 这个世界乱才有机会 这种人就是反脆弱形人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的特点就是 根本上没有办法预测 波动、变化、不稳定 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常态 一成不变的外部环境是不存在的 第二种人已经经过加固 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财富、一定的实力 可能已经是一个专业人士 面对世界的波动、环境的变化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失业率高企,那是鬼事吗? 有人赚了大钱?我不炒股 那是鬼事吗? 所以往往前两种人的心态 都会认为现在身处的环境是岁月正好 只不过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不同 前者是希望岁月正好 不要令到他的镜花水月的梦想破碎 而第二种人破就破,那是鬼事吗? 但他对生活所体验到的舒适度 都是岁月正好的 但第三种人 他们往往是一些懂得居安私危的人 因为这些人很清楚 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 而复杂系统的必然就是会变化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岁月正好的一件事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就应该要为波动或危机做好准备 在未见到鳄鱼的情况下了解清楚 究竟遇到鳄鱼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 在未被人拿枪指着头前想想想 如果有枪指着头,自己应该如何脱身? 在未出现金融危机前想清楚 如果出现金融危机自己如何大赚一笔? 在下一次COVID再来的时候 提前开一间生产口罩的公司 那我们到底如何才可以具备 一个反脆弱性的内心? 第一点 就要令自己像一棵大树那样自我进化 我们要成为一个懂得接受变化 愿意成长的人 这种进化不单是我们身体的机能进化 我们锻炼自己的身体 还有我们心智上的进化 我们要用成长型的思维代替固定型的思维 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 每个人都具有学习和成长的无限潜力 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就算你出生草根 你都有可能可以飞黄腾达 而固定型思维的人 他们相信人生就像糯米鸡一样 都是整定的 所以他们会向命运屈服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倾向回避 他们不敢面对失败 每次都会做一些看似稳定的决定 也没有打算终身学习 这些人最经常的说词就是 我哪里可以的 我不擅长数学的 我唱歌没天分的 我一个数学不聪明的人 我都可以教你99成99成素表 语言我都可以自学 投资我由零开始我现在学 我以前的工作是职业经理人 我现在做了自媒体 我可以在外国开一间网店 这些行业和我以前所学到的东西 甚至乎我大学所学到的东西都不坚 我还要每天可以和你分享到一本书 这些知识你不要理我怎么学回来 总之我就是可以做到 这些就是成长型的心态 每一次当你遇到挫折和混乱的时候 它就可以成为我们进步的踏脚石 它只会令到我们越来越强 除此之外 我们的抗压能力要提升 反脆弱的耐心需要有压力的刺激 而这些压力的刺激频率非常之重要 人类在急性刺激之下 会比慢性刺激表现更加出色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自己扔在风浪之中 如果你身处的工作环境是一些安稳的环境 是那些铁饭碗来的 那其实你的抗压性是低的 当然我不是叫你转了份工去 你这份工是好事来的 但你要去挑战一下去做一些压力很大的职业 优性劣泰的职业 例如去Busking或者试试去卖东西 卖东西开网点就是一个优性劣泰的过程 你的东西不够便宜 你的话术不够好 马上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 遇到的挫折一多 那你的内心就会更加之强大 你对压力的应激性就会越来越强 你不可以永远都藏自己在一个bubble里面 例如有些人读完书之后 继续留在大学里面任教 其实你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 你根本就不知这个世界外面是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外面究竟是吹着和缓清静的偏北风 还是挂着十号风球 第三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允许自己犯错 甚至主动积极地犯错 这个point就是我以前的公司 经常都强调的试错成本 我们只要可以控制到犯错的风险不大 或者是它的损失不多的话 我们都鼓励所有的雇员去犯错 如果我们永远只是做一些看起身正确的事 不会犯错的事 那我们永远都没办法令自己强大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间公司了 那你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包容失败 并且不以失败为止的架构 如果你是个人的 那你就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 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你就可以慢慢练对自己三头六臂 我们要慢慢令自己走出这个 comfort zone 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深刻 甚至是主动为自己创造这些波动和震荡 那我们就越容易不会遭遇到这些极端的波动 好像平时我开车也是这样的 我不会经常都走同一条路 我会有空无事特意转坐一个弯 看看我自己可以兜去哪里 我前天才试过 我发现兜了那条路之后 塞车塞到暈 兜了几圈才回到家 但是我没有后悔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体验 你不在这个时段试过走一条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那里原来建了这么多新的建筑物 开了一些新的铺铛 还有在这个时间段 那条路是会塞车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了解到的这个资讯对你来说有用 但多些去尝试 其实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的 我最多就是虚了可能20分钟 或者是浪费了少少有钱 其实就没有什么成本 这些波动有可能是我们主动犯的错误 也有可能是你不觉意犯的错误 但当我们遇到的震荡和波动越多 我们内心的反脆弱性也会越强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我没办法把所有的精髓都告诉大家 这些就是我目前看完这本书里面 所得到的一些感受和分享 希望对你来说有帮助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可以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着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还有麻烦大家如果听到最后的话 帮手在搜寻栏那里见入陈老师大话历史 订阅我的频道 我想他快点可以开通盈利 还差500人就麻烦大家 帮下手帮下手 我们明天再见